MING PAO TORONTO 幸好我的ASEA已經改裝了, 輪胎已經是運動輪胎, 側面鏡已經是可以可調,自動收折, 前面 Folklight已經是改過了的,不然啊, 就真的像那個交車學院的車了啦! MING PAO TORONT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 我是許惟勝! 我們這一集的QCCS會比較特別一點,為什麼叻? 因為這一集叻,我許惟勝將會帶大家來一起跟我學習, 或者是我們講烤摩托 為什麼要烤摩托叻? 其實不瞞各位講,我已經是有摩托的優勢了, 就是B2 可能國外的人會不知道啦, B2 的意思就是 250cc以內的摩托車是可以騎的啦! 如果250cc的摩托叻,我是不能夠騎的! 我也因此叻,就被阿豪推啦! 因為阿豪講,哦,你這個B2推,我們有考B2的OK? 你這種小CC的垃圾! 這個交車學院叻,它是可以講算是 馬來西亞數一數二大的交車學院 他們也是有提供學車,學摩托, 也是可以學Dolly等等的項目啦! 然後我就來到這邊,為了證明什麼叻? 為了證明啊,阿豪,這個馬來西亞啊, 不是只有你可以考B2推,我也是可以的! 我今天就考給你看,阿豪開那個什麼,兩缸的摩托 我就給你看看四缸的立體,那兩缸的摩托哪裡可以的? 在我身後叻,就是我們學摩托的地方 它這邊有很多輛摩托,小的摩托也有,大細細的摩托也有 然後每個學生都要穿上這個螢光服,還有戴頭盔! 我自己有衣服啦! 所以我們等下就上課,看一下等下他們會叫我們做什麼啦! 我們來說,看一下吧! 我們來的這邊,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丁面的標籍 我們可以開善醒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看這邊的音訊 謝謝你,看看可不可以的 我們來看一下,看看這個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看這邊的規定 我們來看一下,看這邊的環ση 我們在這邊看的,可以打開一番號碗 我看到了那些的時候,我們可以看看把銷子打開了 他們準時,我們來看第一次開啟了 真的嗎? 汗了 我們下個封面前會的反應來右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使用 來考D2的輪胎 ER6N 4650cc Kawasaki 所以這個是兩缸的輪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全部要講馬來文 我就問他們說,講馬來文跟英文餐可以嗎? 他們講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很差 口試,真的是非常的難 所以基本上,它裡面所學的東西哦 第一個,就是要過個獨木橋 獨木橋好像是不能太快 大摩托必須在7秒以外才算過 它不能給你太快過 第二,就是過圓椎蛇行 這一個就有5個桿 給我們這種必負的去過 如果是普通小型摩托的話 就是要過7個桿 第三,緊急煞車 你必須要在中間那個格子裡面 把摩托停下來才算 加上第4個就是過那個一條一條的東西 你的摩托會很跳 剛才有石火幾次啦! 因為我們這種大型摩托,它會石火 不過在練習多兩三次之後 我就拿捏得到了啦! 第五個就是繞一個八字 繞兩圈 兩圈八字了之後 就繞一個梯形的小路 之後就完了啦! 所以難度來講,如果100分 我覺得40分啦! 獨木橋,其實我也是跌過一次啦! 不過在練習,你懂啊? 我的才華機制,在學習能力 我很厲害嘛! 所以獨木橋基本上 過多兩次叻,就會了一擊! 當然在這裡也要非常地感謝 Unisex Driving Academy 如果你們想要學車 學moto,還是學lolly 都可以來這一邊 報名你們的課程 我會把他們的電話放在下面 或者你們可以看後面大大哥的那個 看板那一邊就有電話了啦! OK? 路線其實我已經備好了 哪一條路應該打去左邊 哪一條路應該打去右邊 圓前倒的時候哦!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要打去右邊 現在學了兩天的moto 就是等考試 我覺得整個難度對我來講 可能我會騎moto啦! 100分裡面我給他一個60分 因為獨木橋那邊哦! 騎大moto 的確是比較考技巧一點 但是我總結來講哦! 我的心得是 大摩托走那個獨木橋叻 你要讓它速度快一點 爬上去了之後 你再用後面的煞車 來去控制那個摩托就可以了 所以以我的聰明才智叻 考過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啦! 這邊你就要再檢查多一次你的摩托 檢查側面,前面後面輪胎有沒有風 前面的燈亮不亮,後面燈亮不亮 煞車燈好不好,煞車好不好 給這一邊的官員看啦! 那個官員會坐在上面這一邊 看這一邊 阿豪之前其實有這一台摩托,它是藍色的 市面上目前的售價借於8000到12000之間啦! 我所看到的啦!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摩托如何? 留言告訴我一下 我應該第一台重機要買什麼摩托 但是雙缸的聽起來就沒有這樣 kick 啦! 我比較喜歡聽四缸的聲音 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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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像那個以前警察那個CB還是CR750 九款的那一種啦! 正在是美啊!那個聲音 就算是最入門的這個 Kawasaki ER6N batch 它前面吼,都是 subsidyyevo 困難板煮胎 兩片迭燒叻 是我就不喜歡,它前面這個車頭燈的設計 阿豪說,這個設計就叫做 馬的臉 誒,馬的臉是有一點像馬啦 後面就是一片碟煞 所以一片其實也夠了啦 現在我們要進行莫里考試 剛才我少講了 電池電池 還有這個 扣分 模擬考,好了! 現在咧,我就等他們選哪一個日子 我就過來正正試試的考試 就可以拿到我的B-Full license 了 B-Full license 就意味著什麼咧? 就意味著我可以騎重機 阿豪! 不是只有你可以騎重機而已,ok?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 就是我拍重機的這一些內容啦 我覺得就算你們不喜歡 我可能也會拍一點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那就更好!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模擬考試 可以讓我信心大增 在接下來的這個真正的考試 我相信我會做得更好 這個媽媽